我们将小酥肉要跟一样煮菜有香有酥脆 到底是用典份还是用免份 炸酥肉收炫还是无法肉 而且只要煎煎上面这一层 因为它非忠待熟 炸出来的小酥肉又冷又香 全部切成小姊妹煎煎 做一个大的一一只条 放点烟巴 胡椒粉 两瓢了就 一把花椒 或一大碗葱花 抓板均匀 延置十分钟 不需要旁舍们极精为精 鸢味才是最香的 小酥肉酥脆的关键都是这个脆皮肤 空碗里面倒点小酥肉专用粉 再打两个母鸡蛋搞均匀 干了都加水 清了都加粉 一直搞成这种酸奶状 再加一瓢油搞均匀 炸出来的小酥肉都会有酥有脆 那些都是细节 很多人都没说 你们跟着学得很容易搞翻车 油温烧到炉层 再放入小酥肉一条一条的下锅炸 免然不说暗话 我都是想要一个免费的小红杏 非常感谢 保持这个温度炸大概十五分钟 炸到表面金黄酥脆 再听声音 不需要不炸 直接出锅都可以开蒸了 外酥内香的虫香小酥肉 煮法也很简单 学会了全家都夸的是大厨